我今天和大家分享的主题是 关于easyu的安全相关的一个话题 前面大家讲的大多都是流量这些相关的 实际上就是像大家开始用网格或用easyu的时候 其实说的比较多会用的比较多 就是可能流量和口观资讯会多一些 但实际上随着我们用网格或easyu用的多一点 会发现其实它会发现它提供了一个很强大的一个安全能力 但实际上与其说它提供了一个像我们经常说的 什么认证啊授权这样一些可美举的一些安全能力 还不是说它实际上提供了一个 实际上一个安全 一个比较完备的一个安全模型 这个东西就是包括我们这些从业者 有时候会对外讲 管这叫一个零星人网络对吧 零星人安全网络 我今天分享的其实是这件事情的一个小点 就想看一下seed manager怎么和easyu结合 来提供一个灵活的又有效的一个安全能力 这个是一个我的一个简介 我是华云分布人员生的架构师 但是从2018年开始一直也在负责华云 应付网络这样一个云服务 然后得益于中虎和我们团队同事在开业的共享 我也有幸 就是在本届是easyu still committed成员 从18年应该是19年吧 原来我们团队一起写过一本原生符网络 easyu的书 然后当然今年5月份的时候又写了一本 就是easyu全员指南的书 可能就是早上中午给大家好像有 我们有同事拿到过 我今天的议题主要分为这样四个部分 第一个是一个简单的背景 然后第二部分是说 当前easyu的安全里边碰到 安全的证书这一块碰到什么问题 再一个就是sid manager给的一个解决方案 最主要的是下面的两个实践 一个是就是easyu它的root c这一块 sid manager怎么帮它去做的 另外一个东西就是我们大家经常运到的 就是在ingress gateway上 sid manager怎么去帮它去维护证书的 这是一个简单被讲 其实是说灵性人网络这个东西 灵性人安全这个模型 实际上它的内容挺多的 我们今天只是简单讲一下 作为一个切入点和上下文讲一下 与我们这个相关的要知道的一些东西 首先上面这个 当然那个其实来源挺杂的 我就搞了一个 我认为这个地方可能稍微强一点 就摘了一下就危机上的 其实它是说灵性人安全模型 其实它描述的还是一个 就是前面这个钉眼 是一个IT系统的一个策略设计 和一个实现的一套方法 然后它最后 我们大家经常说的 或者只要了解到 就是说它的一个核心理念 就是永远不要去信任 永远都要去 一直要去认证 一直要去验证 所以的话就是说 你默认情况下 我对这个环境上 所有东西我都认为是不安全的 从字面上 我早期有的时候 有同事会理解成说 灵性人那就不信任的安全 那这个问题就是正好说反了 然后它强调了一个 就是基于一个强身份认证 然后呢去在所有的访问之前 我进行一个交验 看你有没有权限 然后最强调的说 给一个最小特权访问 对一些我们认为需要保护的资源 对一些我们确要进行 授权管理的资源 然后这个 那怎么达到这个模型呢 这是上面一个 就是意思有灵性人安全 它的一个 不意思 是灵性人 是一个灵性人 安全它架构的一个 一个典型抽象的一个实现 我们从这个图上 从 应该先从那边看吧 左边是吧 从最左边来看 左上角来看 是说 那个 resource 就是说我那个灵性人安全模型 我去保护我的资源 可以是 经常我们说的像一个数据设备 服务 只要我想去对它 进行保护的人 在那个模型里面 都认识一个 是叫resource 然后另外 右边 右边这个是一个叫subject 是一个 我们一般其实简单理解 就是扣诺端嘛 就是一个访问者 我不管是来自 来自一个网络内部 还是一个网络外部 反正是任何位置的 我认为这个 来自这个扣诺端的访问 都要去对它进行一个 进行一个检查 然后最核心是中间那块 叫PP 就是策略执行点 就真正的做零星人 拿了一个控制 就在这样一个地方 它里边会 就像前面模型里面要求的 会对服务者的一个身份 进行一个强身认证 然后去教育你的身份 然后再去动态 去看你的 给你的授权的这个策略 然后认证 检查你是 有没有权限去访问 后面资源 而且它里边 有一点比较强调 就是说 不像传统的 我们去访问的时候 我们认识是对一个连接 对一个就是说 我只要从 对一个网络的一个入口 比如说原理用防防墙 或者是 ILS这些东西 我的入口进行一个控制就好 它实际上里边就说 不管你这个 你这个防防者 来自网络任何位置 我都要去检查你 而这个检查 它是按 那个描述来说的话 实际上它是 每绘化 甚至说每连接的检查 也就是说非常动态的 你即使一个 一个请求 你上一次过 让你过 然后下次有可能 你就过不了了 那过不了的原因有可能是 你身边带着一个 什么小属性变调了 对吧 你那个属性 比如头鱼带着这个东西 是OK 带着另外一个东西 可能就不OK 然后或者有可能说 你前面过 是因为 那个策略给变调了 你刚才的时候 我允许你过 那一会儿时候 我把策略消息修改一下 你下一个连接 直接就给你断掉了 就是说它整个是一个动态 那整个上面这些 它所谓的控制的东西 就在一个 它叫PDP的一个地方 就是一个策略 策略以及配置和检查的一个地方 然后 其实大家如果熟悉这张图 会发现刚才那张图 也很熟悉 对吧 那张图是一个简单的模型图 这张图应该大家 从ECO官网上 就从一点 应该是从1.5开始 1.5 1.6之后 这图就开始慢慢出现了 一直就保存到现在 这里边大家会看到 从这个TOP 比较TOP 就整个这个模型 我们抽象看 跟刚才的图是非常像 这是可以理解成 ECO它对那个 零星人网络的一个实现 整个在这个上面来看的话 实际上最核心的 就是我们刚才讲 在零星人网络里边 它一个核心组件 叫一个PEP 实际上Ease里边 那个核心的 我们说那个Sidecar 当IminMesh以后这种 虽然以后我们可能 不管这种叫Sidecar 但我们管它抽象 也会叫一个代理 有人管它叫Gateway 对吧 但它还是个代理 对吧 Gateway代理 什么这些东西 都是一个东西 它整个来说呢 它在里边 就是网格的这个代理 它其实在P 在零安全星人里边 它扮演的就是那个PEP 很好的扮演那个PEP的角色 因为它是我们都知道 大家经历好像都不讲 那个非侵入是吧 因为大家都知道 它非侵入的方式 拦截了那个流量 然后拦截到流量之后 就可以做任何的事情 我们说的流量的 那个口感性的 那当然包括安全的东西 在Ease里边 大家也能 最后大家都应该很熟悉 因为我基于负载的身份 然后去教演 基于负载的身份 然后你生成那个证书 然后把那个身份 签到证书里面 然后继续证书去认证 认证完之后 然后在两边 双线进行一个MTS 双线一个 上上一个透明的一个TIS 然后呢 把我中间通道进行加密 对 然后包括刚才说到那些东西 你里边我通过上面 配一些授权测证来接 来控制说 你这个服务可以防问哪个服务 可以防问服务的什么样的东西 什么样的接口之类这些 都可以接成一个 非常犀利的控制 而且它里边就有个特点 就是我们说的 大家如果熟悉 就是那个 Authanasia Policy 就是授权测证的那个东西 就发现 它里边的细立度的方法 正好是完全实现了 或者满足了 灵性网络的要求 它的那些动态的要求 而且也基于这种方式 能实现一个 它里边不是也有一些 就授权测证的 它有一些覆盖关系 非常灵活 我们可以定义出来 满足那个灵性要求 最小特权 最小特权防御的一个实现 然后下面是那个 是个控制面 就是我们所谓的 不管是流量 可可等性 我按前测试 通过这个配下去 实际上那个PTP的 就可以在这实现 我可能稍微回一下 大家有看到 这一张图 它有几个地方 把这个 有一个 我们叫啥 就橘红色吧 这几个小点 其实原来我还没注意 我也这次写这个材料 只发现还有这么个东西 就这个里边 其实就是它里边证书 对吧 就是这个 可以看到在这个里面 在这个里面 在这里面 实际上在任何的 不管在ESO里面 还是在任何的一个 所谓的一个 我们叫安全模型里面 证书都一定是一个 最基础 最核心的一个东西 那我们今天讲的 其实 其实就这一块 我下面 我现在也不回了 像这块 下面我又会看一下 ESO的 它提供的安全里面 它证书管理这块 碰到了一些挑战 分几个来看吧 首先第一个 就是说大家最熟悉的一个 就ESO提供了一个透明的MTS 对吧 这个大家都 都很熟悉 就是说 就刚才也提到一些 就是我们通过 网格的水面代理 去拦截流量 然后通过负载的身份 一般就像 在K8里边 像那个负载ServiceCount 就这个身份 我给它 签一个证书 签一个证书 签在证书里面 X50就用证书 当时都透明了 签一个证书 然后呢 去拦截流量 然后在中间 做一个双线认证 然后记忆后面再做数权 那它签证书的过程 实际上大家 在熟悉一点看到 实际上这里边 我们在细地来看 其实有一个ECO Agent 对吧 它生成一个 先自己生成一个 去负载生成负载的私钥 然后在上面呢 再去上面 连那个ECO地理控制面 有一个CSR请求 然后带着负载身份 说签一个证书回来 签证书回来之后 然后Emole这个东西 它从ECO Agent里边 通SDS 把这个证书和那个 和私钥拿到 然后就能做 刚才我们说的那种 双线认证的事情 但这个流程 实际上我们看到 其实ECO在讲 我们对外 包括我们也对外 老师会步道嘛 就讲说 ECO提供了一套 一套那叫什么 那个什么 证书机制 并且这个证书 过期之前 那ECO Agent 它会自动给你做续签 这个东西看着非常完备 对吧 但这里边有一个 有一个核心的问题在于说 那你这个证书 网上签 你的证书跟证书从哪来 就ECO地上 你这个ECO Agent 从ECO地去签证书 你下面的负载都可以 从根证书签到证书 而且一直你能做证书轮转 这种什么 做得很好 很完备 但你的根证书是从哪来 咱ECO其实大家如果 那个从社区里边来看到 实际上是说 你只要把装装起来 它所谓叫一键其用 它里边给你自签了一个 好像是十年的一个证书 对吧 一个生成一个 自己生了一个私钥 然后拿着私钥 自己签了一个证书 然后让你里边用 你看到的话 ECO地里边就有一个证书 私钥 能给你下面签证书 但实际上这个东西 在我们产品里边 你这样用 可能就不是很合适 而且有一个 我们就原理上 也有个小细节 比如说现在我们画了 是一个控制面 如果有多个控制面 大家都是自己签自己的 那你两个负载 只想去做一个认证 那就没法认证了 对吧 因为你不是从一个跟上来的 这是一个场景 另外一个场景 就是说这个东西 大家也应该非常熟悉 就ECO里边提供了 应该是这个 就是说我里边 这个图可能大家很熟悉 就是我来一个客户端 我去访问网格里边的一个服务 访问网格里边服务的时候呢 其实在Ingress Gateway上 我们会给他配一个 入口的一个证书 然后Ingress Gateway 会和那个客户端 一般像浏览器 手机这样的东西 让交互给他做一个认证 做一个认证 然后在这个时候 再做一个TLS 一个termination 对 然后实际这种方式的话 实际上就 我像我们这个入口 这个frontend的这个服务 你就不用自己去维护证书 也不用自己去 自己去 从去里边去实现这一套 和你的客户端 做认证的这一块逻辑 然后那个 Ingress Gateway 就把这个 把你原来从外边来的 这个像我们写一个HTBS 一个流量 给你转成一个HTBS流量 并且在这个时候呢 因为挂了你服务的证书 客户端就可以认证这个服务端 当然这个东西 你也可以搞双声认证 一般我们都是搞 大家都会把模式 配成一个simple模式 让客户端只是 交易服务端 你把服务端证书 挂这个上面就好了 它通过TLS Termination 叫我们叫一个 TLS中止 或者叫一个TLS卸载 然后完成这样一个过程 改变我们服务的开发 与那个Ingress 对应的就是Egress 对吧 与那个TLS Termination 对应的就是 网格里面提供 E3提供了一个 TLS Origination 就是一个 可能我们中文翻译过 叫一个TLS发起吧 已经 就是说实际上也是差不多 就是说我网格里边的服务 访问外卖服务的时候 我让流量同一个Egress Gateway来走 然后这个时候呢 Egress Gateway 我们会配一些 和外卖服务交互用到的证书 这个时候呢 虽然我那个里边这个服务 比如我里边写了一个 Backend的这个服务 访问外卖服务的时候 我是用的是一个 还是ATB一个请求 但是外卖服务需要认证 我里边会再把这种东西 配置在Egress Gateway上 Egress Gateway 在向外发起的时候 发起房的时候 它可以做一个 做一个TLS的请求 和外卖服务 进行一个认证 和一个TLS的交换 对 这种方式的话 实际上就简化了 你那个网格里边 服务的一个开发 这是列了一个表格 大致比较下 就是说 我里边可能 我可能材料写的 还是比较细 那讲不用讲这么细了 我们关注这样几点 一个的话就是说 我们的三想 一个MTS 一个TLS Termination 一个TLS Origination 这几个东西 它作用的位置 是有点不太一样 一个的话 比如说MTS 一般做的是 网格内部服务 就是那个服务之间 让TLS Termination 作用在网格一个入口 就是跟那个 调营方那个服务 做一个交货认证 然后TLS Origination 作用在一个网格 一般作用的网格出口 就是你从外部服务 然后另外一个 我们关注点 重点关注证书这个事 这个地方我们看到 我刚才其实讲到 Ingress Gateway和Egress Gateway 它上证书都是 用户配进来的 对吧 比如Ingress Gateway 配进来的话 是配服务的一个证书 让客户端去教验 然后Egress Gateway 配的证书 可能服务端中 我去教验那个服务端 然后呢 SiteCart上这个证书 那当然是我们说的 是那个网格控制面 它自己动态生成的 但不管这些 但即使这个最后一个SiteCart 是上面生成的 我也讲到 它的更证书也是要管理的 那我们IngressGateW EgressGateW 你去上传那个证书 那个管理 当然更是必不可少的 我们自己做这个操作的时候 也能感受到 那这样做的话 实际上就有几个问题存在了 就是说这是我先讲的 就是我们现在碰到的一些问题 当然因为我是做产品的 所以里边有些东西 感受可能会更明显一些 第一个我们就是在证书里边 我们要去 很直观的一个 你要避免一个系统当机 比如说服务一个客户 你尽量不要出现 因为证书的原因 导致系统用户的 用户原来通的东西 突然不通了 但非常遗憾的是在 包括我们自己 包括我了解的我们其他的 包括大家如果参与这个 也都知道吧 甚至都经历过这种东西 就非常遗憾 就是证书的问题 在我们线网上 这呢 反正不太小 这呢挺什么的一部分 就是我们叫事故 或者一些 影响应会业务的一些故障 对 所以说是 咱们避免当机这个事 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通点 然后另外一个东西 就是说 咱们动态地去给它 做证书续签 这个实际上 第一个也相关嘛 好多时候 你出问题 就证书过期了 然后就是原来的话 在系统里面传统 我们一般做的话 就给这边配一个告警 对吧 就是我去看一下证书是不是过期了 过期发告警 然后SIA和OPS上去 给换个证书上去 对吧 这里边就是你人工操作 有些时候还是容易出问题 有些时候你要么是 我们曾经经历过 就上传证书 传错了 就那个 就被64那一下 好像多搞了一下 然后导致就有问题 就你人工去做这个事情 就是 就还是不保险 然后再一个东西的话 就是我们需要一种 自动化的东西 去解决 改善 一个减少人工的功能量 再一个避免人工 它的出错 再一个的话 就是证书配这个灵活性 就是我要写什么样的证书 我最好是证书里边 有效期多少 什么那个DNS写多少 我只要一写 你就生出来就好了 不要我在那 在你一个界面上 去在那点点点的 生了一堆东西 再一个的话 就是有一个需求吧 当然这是从宽广度来看 就是我们希望这个证书呢 它一直说 就是证书发行者 比如可以是一些私有的CA 或者公众的CA 根据过的需要 就是能支持广泛的证书发行者 虽然一般有些 我们是 这个放在后边一会儿讲 然后另外一个的话 就是最好是能和原生 有些结合 就是说 不管是像KPS这样的原生平台 还是我们自己 大家在KPS或者Useo吧 这些平台有不少的一些服务 希望和这些东西 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结合 让它就好用 对啊 不要是管文件啊 管这些东西 我还得什么梦登个文件 什么怎么样 对啊 最好是和原生 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结合 那这个的话 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其实当前来看 CivilMender是比较好的一个解决方案 对啊 它能提供一些我们想要的东西 我们看一下 这是一个他的一个CivilMender 从官网上的一个介绍 就是文字我摘的全部考下来 文字有点多 我们看关键的好了 它就是标黑点 CivilMender它认为自己是一个强大的 是以作用的KPS 之上的一个强大的一个强大可扩张的一个 X509的一个证书的一个控制了 对啊 它可以根据你的配置 从各种不同的医术 就证书发行者那里边 可以是公有私有的一个那个CE那边去签证书 然后保证你证书的一个遗号器 并且保证在那个证书过期之前能给你自动续签 这下面它列的一些场景 我们可能就不用过了 因为后面一会儿有实践的时候 我们可能会看得更清楚一些 其实前面我们一直在说证书 我可能愿意在这稍微补充一下 就是说当大家可能这是一个基本东西 就是从一个非对称 我们叫非对称密码学这个角度来看 实际上我们一般大家知道 我们证书是 哦不要证书吧 我们一般要做一个加解密 一般会有一对吧 密要私要对吧 然后证书实际上就是C千花 CAA认证过的一个公药 所以它本身也是公开的 但私要本身呢实际上都是不会公开 因为私要里边现在 我们现在一般用的时候 大家会发现有两类 一类的话就是在证书所有者那边维护 比如大家看到那个 ECO里面它那个Pilot Agent去签的时候 网上CSR签的时候 它那个私要就违复在Pilot Agent那地方 因为它是那个底下负载证书所为者 在它那里维护 另外一个更常见的一个是一个 或者更传统一个是一个证书 是维护在第三方的密钥是维护在 第三方的一个全员系统里面 比如说我们去一个厂商的一个C 那去签的时候 你看你签到的 签到C原来只是一个公药 只是一个公药和证书 它没有 不会给你证书的 对是一个非人之两种 但实际上我们只要拿两种 拿到一对的这个 那个公药证书 就可以对自己的那个 进行后边的一个证书的应用 这是一个Cent Manager 它一个架构图吧 因为上面有些箭头 我们甚至可以把理解成是一个 是一个流程图 从这样图上来看到 我们是关注这样几个 我们从下往上 从上往下吧 就重点 实际上它里边概念还挺多的 就Cent Manager 大家先去看它官网上的内容 现在其实越来越 越来越多了 大家重点其实 我不知道大家如果留意过的话 就还好 如果没留意过的话 我希望就是 我花上这个十来分钟讲一下 大家把这玩意儿都懂了 你都不用去看它那个 实际上主要你理解上 有两个概念 就摘在这个点 一个叫EASURE 一个叫Certificate 第一个就是EASURE 就是一个签发者 实际上就是 包括EASURE里边 它那个 大家看到它那个授权册里边 也有什么EASURE 这样一个字段嘛 对吧 它就是说证书签发者 就是这个证书是 是谁要签发的 在里边的话 Cert Manager它支持 对接多种不同的 一个重证签发者 就像上面列到那些 你可以有一些是内置的 当然你也可以自己去 自己去通过写Plugin 和一些Certi 去里边扩展那块 然后另外一个 下面是一个Certificate 就是一个证书 对吧 你描述一个 通过一个 本身也叫 K-8-4 也叫一个Certi 你把证书配置好 里边配一些 我这个证书的有效期 那个什么 多长时间续签 之类这些东西 然后你Cert Manager 他就会帮你 帮你管理证书 那详细流程 大致是这个样子 就是说 Cert Manager 他去工作的时候 就是说 他给你你配的这个证书 他会去联你这个 联你这个证书发行者 联你这个证书发行者 实际上就是说 实际上就是说 给你Certificate 里边描述的 那个证书的一个要求 生成一个CSR 去那个证书的那里边 去签发证书 签到证书之后呢 签到证书 把这个证书 再存到 下面它这个地方 就存到一个 Certificate里边 配置的一个 一个Secret里面去 所以最终 那个签到证书 是存在 K8的Secret里边的 对 下面的话 就是背景 Cert Manager背景 也就是两页 我们简单介绍一下 因为它内容 我们可能展开 不是我们今天主题 我们下面重点看一下 就是下面两个实验 通过两个实验 来看一下它咋用 第一个的话 就是我们说的 就是ECO的RuleC这一块 它是怎么去 TuneSummer去签的 这个图的话实际上是 我前面其实有一张图 大家可以看到 其实这张图 就是在前面 那个ECO的 那个MTS那张架构图上 我们上面去续了一部分 对吧 就是把上面那个 根种书管理那种 给它续在上面 然后整的 整的有一个完整流程 这个东西可以 这一支是吧 对 可以看到 主要是我里边 写了这么多部 里边字有点多 我们看一下 主要是看一下 前面这几部 第一部的话 就是一个 在一个PC的 那个CE层次结构 创建一个PC 一个CE的一个层次架构 就包括一个CA 和它一个重属CA 这个东西在下页里会讲 就是 就我们大家可以理解 就是在一个PC的系统上 其实我们是一个操作 在华为的CCM 那个PC上 我们是生成了一个 生成了一个 一个根种书 和一个重属种书 就干净下页我们再讲 然后生成这个东西之后呢 生成这个东西之后 然后我们是 然后把这个 把这个重属CA 配置成一个 这个CM的一个 一个艺术 也就是说那个 我去通过它 去签发CA 去申请CA 然后SETMiner SETMiner 然后去连它 然后生成一个 其实是一个CA 生成一个CA 然后存在这个 它的控制面上来 然后呢 并且它就维护这个 一直去关注 就是保证那个CA不过期 如果过期的话 它再续签一下 那有了这个东西之后呢 下半部分这个东西 实际上就跟我们刚才 前面那个讲的差不多了 就这边有这个根CA之后呢 E4D 它去基于这个根C 然后它去 在下面去交互 比如说这个CSR 签着这个证书 然后这个数据面 加载这个证书 然后这个 加载这个负载证书 然后双向做一个双向认证 保护后面的授权 之类这些东西 那下面这些几步 我们就不讲了 然后这个的话就是 我们重点关注一下 就是刚才我们说到 那个CA的CA这个层次结构 就我们签到的话 实际上是 这是我们实践里边的一个层次 实际上你层次 可以跟这种人 这个也不太一样 可以看到这个里边 是它分了四层 第一个是根CA 然后中间两层入CA 下面是一个 我们叫一个实力证书 有时候也叫我叫一叶子证书吧 就是说 前两层是在PC里边维护 就我从一个PC系统 签了一个入CA 和签了一个从CA 然后下面两层呢 就是设计判者 它就从这个地方 拿这个CA去做一个根CA 然后去做一个医术 然后往复杂上去签到一个根CA 然后用它在签发下面的实力C 这里边有几个术语 我们大致是介绍一下 就我们从下往上看 比如说这个叶子证书吧 叶子证书 有些地方好像叫实体证书 华原官网上管制叫一个实体什么终端证书吧 就是反正大致是一个意思 它说的意思就是我们真正在底下负载 或者我们服务用到的一个证书 它本身来说就是去 里边签的是你负载的身份 用你下面的负载 真正去通信的时候做一个认证用的 然后呢它本身呢 你是不能拿它再去签其他的CA的 因为它已经 所以它叫一个叶子嘛 咱们整个一个CA的一个层次架构上 它属于最下边一届 然后上面这个是根正书 就这个 根正书的话 它是我们整个一个 我们叫一个认证体系的一个信任根吧 所以在根正书的话 它对一个安全要求就非常高 你不能 我们尽量把它用得不要太频繁 因为如果一个根CA 如果你泄露的话 你下面这个整个分支 就全部得掉下掉从换了 对吧 为了保护这个根CA 为了保护这个根CA的安全 所以在那个CA的层次结构上 它就引入了一个叫从属CA 就是中间这些部分 就是中间这种 它一个作用 就是用来隔离一个根CA 和下面我们那个实体证书 或一个叫叶子证书 你里边的话 如果有这个从属CA的话 实际上我如果 当然我这个是 已经只搞了一个 实际上这是一个树状 比如这 我们这样可以再一个分支 我如果真的是一个从属CA 不要先让泄露的 那实际上我干的事 实际上就把这个从属CA 下面这个东西 全部就给它废弃掉 或者重新给它换一下就好了 那不影响这个根CA 对 然后实际上 从实用中间来看的话 因为一般根CA 它一般用的频率比较低 然后我们一般用的时候 在这个层次结构上 我们认为是要求 其实从CMender 它里边也是这么 大家如果去配的时候会发现 它要求所有的一个 这个 一个证书的有效器 从下到上 依次递减的 你比如从这个CA 签一个这个CA 你把这个CA的有效器 要下签得比它长 你是签不出来的 但你各个云场上里面 你去操作 也是签不出来的 这是它要求 它证书的有效器 是从上往下 是递减 然后证书的一个安全级别 从上往下 也是依次递减的 像根CA 它是安全要求最高 一般的话 大家去看一下 有些介绍 可能要离线啊 怎么就各种方式去保护 所以根CA 因为它因为使用频率比较低 然后安全级别比较高 所以根CA 一般是这个时间 可以搞得长一点 有些十年 三十年都可以 然后这个从属随随 那也根据你的使用情况了 因为它属于中间位置嘛 然后根据我们自己的用法 一般我们像 像我这个这边 我可能签了个两年 让它就可以用 你下面叶子随随的话 那就是因为你在这里边 到处是给 配到你的客户端上去了嘛 对吧 这个东西实际上 就是底下就已经可见了 所以它的安全级别 应该是最低的 使用最频繁的 所以它的 它的时间一般 签的会比较短 因为应该 我们生产人 大家有时候签一年两年 有些可能要求高的 有些人还签几个月 甚至是有说法 签几个小时都有 这是那个 就是那个 节序图啊 就是在那个 4CM上 我们去创这个CA的时候 就创出来 就是创了这几个CA 一个是一个根CA 然后ISM跟CA 然后另外也是 一个从属CA 这是根CA的一个想象 这是从属CA的一个想象 这个反正我们 这是个背景就好了 里边反正能看到 就是说里边我们能配一些 证书的有效器啊 然后这些东西 然后包括因为我这个 签出的是一个 是要给网格的控制面 是签证书的一个证书 所以它是个CA 这边应该有一个字段 叫AC吧 不好意思 图结它 我不是很清楚 我再找不见了 算了 反正就是里边有一个 就是在你 在界面选的时候 它让你选一下 这是不是是一个CA 这就是那个 这就是那个 就是那个配置吧 就是在 我刚刚讲到 在Cert Manager里边 我们去管证书的时候 主要是有两个配置 一个叫艺术 一个叫Certificate 这里边它就是描述 我怎么去 我们怎么去联 我怎么去集成我那艺术 因为里边 包括在社区里边 它有 有自己内置的艺术 然后在那个 在一般厂商它做的时候 包括开案里边 它会都会有 自己的不同的一个实现 当然这里边有些东西 因为有些东西在变化 所以把有些那个 自己就 我给它引掉了 就说是 你这个CCM 这个我们叫 你这个叫Adom 你怎么去联 你这个 真正的证书发行者 然后签证书在这配 然后这个地方 就是个通用的了 所有Certificate 长得都差不多 我们关注这样 有这样几个字段 一个叫NCA 就是我这里边 我这里边签到这个 我从那个PC里边 签到的证书是一个 是一个CA 对 我要是一个CA 我要用来去 签发其他证书 然后另外一个 就是这个证书预要器 是用小时来表示 再一个就 多长时间这个证书过去 再一个就是签完之后 这个证书存在哪个地方 这就是在ESO这个配置 因为有证书之后 这个东西实际上 大家都非常熟悉的 实际上就是一个PAP authentication 我配一个我的服务 是一个做一个双样认证 我里边是用一个严格模式 然后里边就是说 我服务的话 比方建议配一下 我用的是一个ESO Mutual 就是我做一个 ESO管理的一个双样认证 然后这个的话 就是验证一下 实际上就你从 把这个把启用之后 在一个容器里边 去刻入一个目标服务 你可以看到 我们这都是HTB的 也说明里边这个证书 这个东西都是网格 或者它自己透明的做掉的 包括我们去看那个防安制 也可以看到 都是HTB这个流量 TS所有的东西 都网格数据面 和自己的控制面 但和外边的 它的那些 像ServeMender这些东西结合 它帮我们已经做掉了 下面一个实践的话 其实是一个ServeMender 是去管理那个 InvestGateRound证书 这个图的话 其实也是可以看到 跟刚才那个图 类似 就在上面加了一个 加了一个证书管理 这块的一个逻辑 就是说是在 我们在ServeMender里头 创建一说 然后描述我从哪去 获取签发证书 然后另外一个是证书本身的描述 然后签发证书存在ServeMender里面去 然后这个ServeMender里面去 然后我们通过 EaseMenderGateRound GateRound那个对象 我们会把它 它叫一个 叫一个 叫一个 就是说 Name 或者一些东西 配这个ServeMender 然后GateRound就可以用这个 然后GateRound取到这个证书 取到这个证书 其实这里边是一个 是一个 我们刚刚讲的 一个是一个实体证书 所以里边ServeMender 存得出了证书之外 还有它的一个 还有一个被私钥了 对吧 然后GateRound加载这个东西 就可以和我的一个口网端 做一个认证 这就是 刚才其实我们讲到这块 下面的流程 简单讲一下 这就是那个 对应的 就是我还是两个主要对象 我需要给它配置一下 一个是配一个医术 一个配一个certificate 医术的可以看到 这个配置方式和 刚才那个已经有点不太一样 这里边我用的 也为了演示一下 用了另外一种形态的医术 它实际上是一个叫 在ServeMender里边 叫一个C类型的医术 也就是说你这个 签发证书的医术 它本身 它那个私钥和证书 是存在这个certure里面的 当然这个怎么来 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就你在你的 在capacity 我创建一个 创建这个secret secret 包含一个 我的证书和塞料 但是这个东西 这个证书本身 它实际要是一个CA 只要有这个东西 我就可以用这个东西 做一个CA 再接着再去签发 其他的证书和 其实签发其他的证书 其实应该讲 签发其他的证书 和生成实体 证书的塞料 让下半数据面去使用 那这块的话 实际上跟刚刚那个 字段有点像 那你看到有一个 比较明显的不同 就这个地方 AC 我设成是一个false 就说这个东西 它是一个实际证书 你不能再拿它去签证书了 然后这是一个证书 油耀器 包括这个里面是一个 证书的一个续签 多长时间 我要给它续签 这个地方是生成那个证书 和那个私钥 我把它存在 哪个位置 这是一个DNS 它的一个运名 对 那这个的话 就是Eso里边的资源 大家不要熟悉 就是一个是 Gateway 一个是Value Service Gateway里边 你看大家看到 外表会配一下 我从外部防御 这样一个运名 然后服务本身的协议 比如我们会配 对外部是TIS或HTIS 我们配上一个HTBS 或者一个TIS 然后重点是这个 这就是我们刚才 生长SertManager 帮我们签到 那个中处私钥 然后把它存在那个Secret 就ingress, server, cert 这个东西 配完之后它就可以用 这边写成一个simple 因为大家也用过 我可以写simple 写mute 这些东西 依赖你是做什么认证 像我们这个例子 我就做的是一个 只是让那个客户端 认证服务端 服务端不用认证客户端 所以里边的话 就是一个单向认证 配个secret 是simple motion 然后这个Value Service 这个就是非常常规的 就我们配个域面 然后有这种匹配条件 也没写啥 然后流量通就好 然后这个里边的话 就是说 就刚才我们看到的话 我把那个 我们做那个证书 给它pass出来看一下 这里边就是说 我先从那个 就是get certificate 就是这个 那个cert manager 它的一个资料文件 get就是我刚才创的 那个secret 可以看到这个secret里边 盖出来 能看到我们配的那些东西 DNS那边 它duration 然后secret的名 包括这个东西 它里边这个status 会列出来 说我这个证书 它到底啥时候去过期 那个 就是开始时间是什么时候 结束时间是什么时候 其实就是它的有效期 然后还有什么时间 我要给它做renew 就是从到期以外 给它实签一下 然后这个secret 在那个set manager 它生成好之后 它会把它 我们知道吗 从那个secret里面去了 从secret里面去了 在esuit里面那个 那个他这边 那个我们config 从随便一个invore上 你把它config dump出来 看这个secret 看到这个 这用配那个secret名嘛 dump出来就会把它这个 把它这个证书的信息 可以给它 它在里边会包含 当然这个key的话不会有 因为它会给它过滤掉了 把这个出来 我们到base64 然后再给它解出来 就是看到里边 这证书的内容 这就是声称 就是我们真正书与面上 用到这个证书内容 跟我们这种期望 我配的证书内容是一样的 也就是这个地方 我只做一个声明 然后它自动就把这个 给我声称好 并且一直维护好 所以它是个控制器嘛 我用好之后 我们书一面直视时光 去用它就好了 这个的话跟那个类似 就是一个访问嘛 就这个访问的时候 大家可以看到 我在我的一个机器上 我去访问这个 我带来 我去带着一个服务端的证书 说我去验证这个服务端 然后去访问这个地址 然后把它挤到这个LB入口上 然后访问真正这个域面的地址 可以看到在那个访问的这个 我这个实验的窗户的 打印出了这样的这些步骤嘛 里边能看到 其实它有做了一个TS 一个握手 对吧 我去认证 然后里边再去 转运证书这些信息 然后转运通过之后 它把它发出去 最终我们是访问成功了 到大概HTB200了 这里边就描述一下这个过程 它整个是一个你加载的证书 然后是我们通过HTBS 访问这个SERV 然后握手啊 验证证书啊 然后包括 Inquest Gateway自动 它会offload这个TS 然后最终去请求你最终的HTB服务端 这是在Inquest Gateway 打印出来的一个access log 可以看到它实际上证书 可以看到这里边整个在那个 右看到是一个HTB的请求 所以证书相关的东西都是这个 Gateway 给它已经做掉了 好 那个我的内容就是这些 好 那个谢谢大家 这里边有个小广告 就是紫尔那个书 对 大家有一些详细没有 这里边可能有些会写得更细一点 好 大家有问题 好 谢谢超朋友分享 每次非常干货 谢谢 谢谢 能翻到那个四层那个图吗 就四层那个证书 谁那个 谁要证书的一个图 对 怎么这么慢 这是一个图 我们有四层的证书的那个 我是网上 他的 我翻得快了是吧 不好意思 我来找 我们每次认为一个图 对 我想问一下 是不是第二层第三层 就是有我们的设定 码测证成的 实际上是这样子 实际上只有这个东西是大生产的 实际上只有这个东西是大生产的 这两个东西都是在那个CCM上 我创出来的 我创了一个 这 knowledge 其实你能看到 这个 刚才讲的不好意思 我觉得刚才会有点快 我讲的有点快 这里面就我创了两个的 两个证书嘛 一个这是一个根证书 因为这叫它已经是个从属证书 就这个证书 就是从证书链上来看 这是一个根词 然后这个是成为从属证 然后我在Sidmanager去配的时候呢 配的那个一手是这个东西 你看我这写Sidmanager一手 Sidmanager把它配成一手 然后用这个一手 它会签发这个 就是一手用到这个证书 咱从一手整个它的一个 所谓的安全模型来看 它管它叫一个根证书 但它根证书实际上是拿这个 是从这个从属证书签出来的一个 所以也是个从属证书 是个证书 这是一个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 不好意思 就是那个 我想问一下 就是我们的根证书切换的时候 那么集训中所有的 的那个叶子证书都要切换 对吧 这个时候会不会导致业务中断 这里边其实社区里边大家看 这里边是有实现的 是这样的 就是现在Exto里面 这个根证书的这个 这个CA证书的这个替换 现在还不是很完美 但是因为最近 那个包括Zeren也找我去交流一些 这个根证书的 就是替换的问题 我们发现就是 现在其实稍微改动一点 就是增强一点 它那个自动的特性 然后基本上就能做到 这个根证书的替换 现在还缺一点代码的自动化 基本上是机制上是没问题的 我会理解不太深入了 我就从原理上理解一下 就根证书切换之后 那么叶子证书的认证是吗 但是它会不会导致说 两边中间认证 出现问题都是回路的时候 明白明白你的意思 就是说我们在跟CA去更新的时候 我们会有一段时间是有两个CA 两个根的CA是同时在的 就是在那个会下发到这个workload上面去了 因为时间有限 我今天大家最后一个吧 另外刚才您提到 就是在多个集群的时候 那如果说它签的不是一样 在原来的这种方案里边不同的 如果是多个control plan的话 那它可能就有问题是吧 在这种场景里面是 就是怎么去保证这个问题呢 解决这个问题 保证问题实际上就是这样子 就正好就是刚画面我们就看到这个图呗 你就有点像这个 我们把这理解成一个ease的控制面 对吧 我这是另外一个控制面 我们这再搞一个嘛 这再分岔一个 这两个大家是同一个 这是另外一个网格的一个控制面 就是我们一个 我们叫网格联邦或啥 反正就是多控制面的一个网格嘛 大家只要从这一个 从这一个从属CA上签下来的 那它这就是可以忽认的嘛 就可以 就是你如果像社区原来我们搞那种 自签发那个东西 那就没关系 你这个私药 这是自己里边生成的私药 随便送了私药 这个私药签了自己一个证书 你这个证书和这个就没有一点关系了 所以它是在负载这一层是不能忽认 但如果我们都是从这签下来的 它就可以 这个东西其实我们画这个图你想一想 我们可以说是ease有一个多控制面 也可以把刚才我那个描述回答成 就是CA的它的hierarchy 它本身的一个model 一个图 对吧 你不管这里边是ease有 还是往手写的一个东西 你这样满足这个东西 它下面这一层就都可以忽认 对 就是让只要说多集群里面 使用带一个面 多控制面 多集群里面 多集群里面 是不是咱如果用的一个控制面 下边集群反弹也没关系 那就没问题 多个控制面的时候用这种 对 对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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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